台南市議員謝龍借捐贈100萬現金 給市府協助弱勢族群 同時跟台南市長喊話 希望向中央提案短期內發放每人5000元的消費券 整體來講已經有將近21%的人 他是完全失業 永久失業跟臨時失業 基層的這些經濟活動 我想如果透過這種消費券的方式 他可以有3到5倍的效應 如同先前發放真心券 信龍借認為疫情之下 失業族群不斷增加 中央若是撥出1100億能夠活絡基層經濟 政府同樣會有稅收回流 除了當地議長表示贊同 國民黨主席江啟成也呼籲 中央跟地方政府應該配合 正是多元行業在疫情下的困境 要透過發現金的方式 一方面補齊政策不斷造成的紓困缺口 二方面也可以活絡經濟 維持產業的生機 對此綠營雖然表示贊同出發點 但也持不同看法 希望有地方跟中央政府 去做審慎的方案評估 把這個國家的資源 能夠用在真正幫助 需要幫助的百姓身上 認為政府的資源有限 如果全民普發的話 不能夠兼顧所有的產業類別 我覺得這個資源 應該是用在刀口上 當用責用 那對於需要的產業 或需要的勞工的類別 如果該提高補助 那應該要提高補助 藍營綠營各有不同聲音 而市長黃偉哲 則是當場簽署承諾書 會向立法院民進黨團提案 希望兩黨能夠一同促成此案 來振興基層經濟 七月新聞台南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